同樣被迫輸出沿岸,毛澤東在地上撿起了一件直到中介沿岸的產品的壞。 可惜他有一塊古裝,可以打兩把財刀。 1990年,船館已經改革開放很多年了。 很多速速車司機仍然是將毛澤東當成體分。 他在車上掛過毛主席上,變為可以驅邪人生。 西方左家眼中的毛澤東是怎樣的人? 毛澤東偷什麼力量,鎖見了中國的力? 風雲九六月,中五十二點半,正在熱播,毛澤東展。 大型廣播傳記文學,毛澤東傳。 原書羅斯特里爾,主播蕭卓靈。 露山,是一座風景漁畫,亮爽宜人的山林。 露山,是一座風景漁畫,亮爽宜人的山林。 他高聰在陽子江半,海拔有四千英尺更高。 但當毛澤東在1959年7月到露山去見他的中央委員會的同事的時候, 他知道,還在正面臨著麻煩。 毛澤東坐在柳條椅上面,仍是群山。 他目光迷惘,神情不定。 在戰鬥開始之前,他扶屍一手。 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紀念日。 但是,在這個7月1日,毛澤東的心水是超越了政治的。 一山飛是大江邊,若上衝龍碎百船。 冷眼向陽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 雲橫九泰,浮雲鶴,浪下沙門,起白煙。 師師寫到這樹,毛澤東的心中,又勇起永世流芳的面頭。 黃鶴是神話傳說中的不死廟。 黃鶴流在廬山的西殿沒多遠。 傳說古代有一位仙人, 就是從這座山的旁邊騎乘黃鶴飛走的。 之後,毛澤東以不凡的兩句, 接觸了他的一首叫做燈爐山的書。 陶寧不知何處去,桃花園裡可耕田。 陶寧指的是陶淵明。 陶淵明是公元四世紀,也就是中振時期的一個官吏。 和毛澤東一樣,陶淵明也是一個詩人。 他年老之前,持官歸隱,寫下了充滿烏托光思想的桃花園記。 毛澤東,或者在思考以前的那種樸素單純, 現在已經不復存在。 或者在考慮退休。 或者在思考自己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 或者在思考一種超越任何特定的社會制度的宇宙和諧。 國防部長彭德懷是一個能幹帶有缺點的人。 他掌上粗魯,沒有什麼學識,也沒有風度。 他的宿治的性格早就有所表露。 小時候,他一腳踢開他媽媽的鴉片煙管, 結果就被趕出了家門。 彭德懷的士兵都很尊敬他, 不過彭德懷並不像朱德那樣,是一個隨和的人。 他對毛澤東的精明不是那麼理解,甚至還有些遲鈍。 他經常不能領會毛澤東那些巧妙迂回的軍事戰略思想。 他還在延安那時,有一天, 有一天問彭德懷, 在看誰的書啊? 正在看毛澤東的《論辭九戰》草古的彭德懷就答話。 他寫的。 《論辭九戰》是毛澤東在1938年用了九天的時間寫成的文章, 很快就成了經典著作。 但是彭德懷就很粗魯地對那位來訪者說, 他還想出版。 個人寫的書只能夠以個人的名義出版, 不能夠用中央的名義出版。 彭德懷只被毛澤東拼四水。 他在井江山的時候就在一起了。 彭德懷知道毛澤東犯過一些錯, 因此並不將這位主席看成是高人一等的超人。 在毛澤東被專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剃造者之後, 彭德懷仍然認為朱德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之父。 這位國防部長在中央委員會的分組會議上說, 人民公社我認為是半組了一些。 他的講話等於向毛澤東這個寵兒身上, 罩上的陰影。 彭德懷繼續說, 毛澤東家鄉的公社去年搞的增產數, 實在沒有那麼多。 毛澤東的家鄉就是潮山。 潮山是一個宋地來的。 但是, 彭德懷還繼續說, 主席都去過那個公社。 我曾經問過他, 你了解成怎樣? 他就說, 沒有談過這件事。 但我看他是談過的。 彭德懷這樣說, 讓他向毛澤東的絕對正確和絕對權威發出直接挑戰。 彭德懷並不是單槍匹馬。 和他站在一起的軍界要人, 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參謀長。 解放軍是一支農民的軍隊。 這位高級官員認為, 應該讓中央知道, 農民被毛澤東的大躍進推得太快。 28個布爾身為黑集團的剩餘人物, 包括在遵議會議上, 曾經和毛澤東站在一條線上的張文天, 現在也站在彭德懷一邊。 張文天最近才剛離任朱莫斯科大使。 彭德懷在春天的東歐之行當中, 對毛澤東的做法大發牢騷。 張文天就慫恿彭德懷向毛澤東進攻。 他認為, 大躍進已經遠離莫斯科式的馬克思主義歷史信仰。 彭德懷和他的朋友認為, 大躍進是一個創意。 這個創意, 人人有責, 人人有一份。 包括毛澤東在內。 他們堅持認為, 思想空話絕對不能代替經濟專長。 浩大起工, 浮趴風是中國需要消滅一種悲病。 毛澤東甚為震驚。 乘路之下, 他寫信給北戴河道界的江青, 附記了一份他準備答覆彭德懷的發言稿。 江青打電話給毛澤東, 說他馬上會飛到廬山來, 以便在一場衝突當中, 和毛澤東在一起。 但毛澤東就說, 不要來了, 鬥爭太激烈了。 不過, 江青還是來了。 來了之後, 他帶著相機到處拍照, 拍一些松樹, 拍一些山聯和流角。 他失弱地, 坐在充滿緊張氣氛的會場上面。 他的出現, 不單止未能幫毛澤東帶來真正, 反而使他感到更加沮喪。 出於對江青的不信任, 毛澤東在緊張的政治氣氛中, 安排和前妻何子珍會面。 健康情況現階, 仍然在醫治著的何子珍, 從上海寫信給毛澤東, 警示他, 說黃明集團當中有人要害你。 這是對延安時期的混亂記憶。 當何子珍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的時候, 他的心裡是清楚的。 現在, 毛澤東送了一箱三個五排香煙, 一千元給他, 邀請他上陸山。 而之前, 毛澤東在寫給他的信當中, 是獻他戒煙。 他也遵照了。 但現在, 毛澤東送的禮物, 等於是要他再吸煙。 何子珍滿頭銀髮, 腳步不穩。 見到毛澤東激動無比, 只但是, 一句說話都沒有說。 毛澤東溫情地對待他, 叫他留下來, 一起吃中午飯。 只但是, 何子珍就拒絕了。 何子珍離開之後, 毛澤東坐在書, 沒有說說話, 一滴滴滴地吃煙, 整個人沉沉在憂鬱當中。 他暗暗沉沉地說, 他, 他老成這樣的樣子, 病成這樣的樣子啊。 毛澤東多年來, 從來都沒有感受到這種壓力。 他失眠, 在他要應付彭德懷的挑戰的前一個晚上, 他吃了三粒安眠藥, 但是, 一點效果都沒有, 仍然是以博步等到天光。 他好像一位東方的李以王, 戴著痛苦的煎熬, 出席了上午的會議。 在會議上, 他毫無表情地開始講話, 你們講了那麼多, 允許我, 講回一個多鐘, 可不可以呢? 他不斷重複著一些鋼鐵產量的數字, 這個表明, 他是心水煩亂的。 但是, 在他四十分鐘講話結束之前, 他又講了一段精明的說話。 彭德懷後來曾經承認, 他好像張飛, 只有其操, 實無其洗。 但是, 毛澤東在他講話結尾的時候, 就糾定說, 我像張飛, 雖有其操, 亦有其洗。 毛澤東退卻, 但是, 沒有淒創。 他想作出姿態, 從極左的桃藤建中退出來。 他說, 公寫食堂, 不是我們的發明, 而是群眾創造的。 毛澤東承認, 建立公寫食堂的計劃, 應該修改? 因為這樣做, 激怒了幾億農民。 毛澤東要求團結, 但是, 這個不是他的個性。 在任何情況之下, 他都願意作一把利刃, 而不是一把盾刀。 不過這個時候, 他的刀已經用舊了。 他在強調團結的重要性的時候, 也承認, 因為在建設方面, 基本上不在行。 我對工作計劃一無所知, 主要責任, 在我身上。 毛澤東在承認創夢的時候的操辭是頗為巧妙的。 他還說, 說要快, 馬士也犯過不少錯誤。 我見過列明的首稿, 裡面那裡一塌糊塗, 他也犯過錯誤。 在會場外面, 當毛澤東和幾位中央首長走下山的時候, 彭德懷又走回回頭。 他和毛澤東撞了個面撞面。 毛澤東就對他的國防部長說, 彭總, 我們聊一聊。 但是彭德懷的臉, 一下子就鼓到紅袋, 他一邊走一邊逃走, 有什麼好談呢? 但是毛澤東仍然是很和氣地說, 不要緊, 我們有不同意見, 可以坐下來, 好好聊一下。 彭德懷從毛澤東身邊走過去, 他大聲地說, 你不是都飄過了嗎? 跟著就走開了。 據毛澤東的一個批評是, 他將人作為製品, 捧上了不能夠實現生產目標的製坦。 那些批評的人, 引用了孔子的說話。 孔子在反對用黎人陪葬死屍的時候, 曾經說, 此作俑者, 其無後苦。 是一個不眠之夜。 毛澤東忍受著被人說他斷子絕孫, 這種不公開表示指責的折磨。 他問中央委員會, 我無後苦? 一個兒子打死了, 一個兒子發了癡。 廬山上面謠言四起, 說什麼? 如果毛澤東撤了彭德懷的職, 彭德懷就要用自己手中的實力, 密謀軍事反叛。 現在, 潮水衝向了彭德懷。 毛澤東面對這些謠言, 不得不深思。 他就矛頭轉向一位高級軍事將領。 他說, 你解放軍不跟我走, 我就去找紅軍, 一切從頭開始。 他的這番話, 使得多數人都受到震動。 當他大發雷霆之路, 說要重上井江山的時候, 一些人一定會想起, 他曾經在1938年發出的威脅, 說如果不停止對江青的攻擊, 他就要回去潮山。 不過, 毛澤東很明智地被那些直飆冷汗的將軍, 留了一條出路。 他說, 我看解放軍是會跟我走的。 彭德懷那副, 本來動不動就火爆的脾氣, 終於失去了控制。 他想起了在延安的時候, 有一次他跟毛澤東的爭吵, 那次爭吵長達一個多月。 彭德懷用粗口大聲地說, 在延安, 你罵了我老母四十天, 現在, 我罵你老母二十天都不行。 會議失去了正常的秩序, 朱德在這次會議上, 受到很大的震動。 有人聽見他, 暗暗沉沉地說, 哎呀, 誰更相信, 我們曾經在一個飯桌裡吃過飯。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彭德懷被免職, 林彪取代他出任國防部長。 毛澤東的勝利來之不易, 他未能夠解決爐山會議期間的全部問題。 他只能夠接連召開會議, 在領導人傳遇的文件上作出重要批示, 發出一些難以觸摸的信件, 來區分敵人和動搖不定的人。 他寫頓給張文天說, 怎麼搞的? 你陷入到那個軍事俱樂部裡面? 然後呢, 他又露出一副溫和的口氣。 成你看得起我, 打來幾次電話, 想到我處一潭, 我願意潭。 難怪毛澤東在盧山的時候, 看上去很潮水。 他沒有去所謂的桃花園, 他失去了一些根本的基礎。 他為戰勝彭德懷, 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盧山會議結束之後, 他帶著江青到杭州他的別墅, 作徹底的優養。 和彭德懷的鬥爭, 比一九五四年對高剛的鬥爭更加嚴重。 高剛是地道的陰謀家, 而彭德懷和毛澤東 是在基本政策問題上不一致。 高剛認為毛澤東的個人專制太過, 而彭德懷的類似觀點 對毛澤東是更大的挑戰。 因為斯大林, 也是在這種時候, 因為類似的失敗而被否定。 高剛看到幾乎整個政治局都反對他。 但在盧山, 陳雲, 朱德, 支持彭德懷, 劉少奇持中立態度。 政治局幾乎沒有一個人完全同意毛澤東。 盧山營養的是斯大林的幽靈。 是斯大林去世之後, 毛澤東找到了應付世界共產主義危機的中國式道路。 但是, 在前進的道路上, 他分裂了中國共產黨。 1959年到1960年的冬天, 毛澤東將彭德懷定為 又談機會主義分子。 什麼是獨草呢? 當將話題引向大躍進的時候, 毛澤東問來訪的布爾加尼。 但是他的提問, 並未激起這位蘇聯人作出滿意的回答。 毛澤東跟著講起了西雄子的歷史。 他說, 一百年前, 西雄子在歐洲被認為是獨草。 無物長在一切皆見, 耶穌哥伯尼一開始不是被看作為獨草嗎? 如果布爾加尼並沒有被完全說服的話, 那毛澤東才是經過自己, 越來越相信蘇聯人對見證法已經失去了興趣。 他們開始喜歡穩定的世界, 但是毛澤東真是對世界的動盪感到歡欣鼓舞。 這個是不是意味著是中蘇夥伴關係在迅速走下波路的原因? 這亦說明了兩個長期不和的氣氛。 意見的分歧一開始就表現在很多方面, 而且無憂無止, 其中互不信任的氣氛最為關鍵。 毛澤東在1958年改變了方向, 其原因可以追溯到非斯大林化之初。 並且, 莫斯科很快就斷定, 毛澤東狡猾而狂妄。 蘇聯人對大躍進感到驚訝是正常。 大躍進是毛澤東從以莫斯科為基地的正統師長當中, 獨立出來的宣言書。 和布爾加尼談論西洪史的歷史是一個小小的信號, 說明毛澤東開始抵制蘇聯指導下的國際共產主義傳統。 他要從那些非辯政的看法, 認為是獨草的東西當中, 找到明天鮮紅的西洪史出來。 黑洛曉夫意識到, 這個對蘇聯人的利益和國際共產主義的團結將意味著什麼? 將去到共同的馬斯主義信仰, 毛澤東和黑洛曉夫的柳大關係變得非常脆弱。 大躍進進入高潮的時候, 黑洛曉夫第二次來到北京。 這次訪問很簡短, 只得三天的時間, 不過, 就很無實。 之前毛澤東和自己的軍事顧問密談了好幾個星期, 最極待解決的問題是台灣海峽出現的緊張局勢。 透過這個問題的背後, 更主要的是商量怎樣對付美國, 如果發生戰事, 應該怎樣應對? 毛澤東和黑洛曉夫各自由自己的國防部長陪同, 就中蘇的軍事合作問題直接進行磋商。 實際上, 黑洛曉夫的目的是想牽制毛澤東。 所謂的軍事合作, 是一個五光十色的保釋, 取決於你從哪一方面去看。 黑洛曉夫後來說, 我們要在中國叫做無線建台, 跟我們的艦隊保持聯繫。 他平心正氣地回憶說, 我們提出, 要在他們的領土內, 為我們的情報監聽站, 提供一個爹地。 但是毛澤東就對他和黑洛曉夫的會談, 提供了另外一個版本。 他是這樣說的。 他想和我們組建一支聯合艦隊, 想控制沿海, 封鎖我們。 黑洛曉夫正確蒙敢判斷出, 毛澤東的頭腦在發熱。 他擔心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 會導致蘇聯陣營內部大戰。 他要讓蘇聯人握住決策權。 這時候, 他仍認為中國是一個堅定的夥伴。 他完全支持毛澤東對台灣的主權要求, 並且對毛澤東要收回台灣, 他與關系文中。 他最大的目的, 是世界中華民族的偉大父親。 他最大的創造, 是把馬克斯主義中國化。 他最精心的探索, 寫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他最偉大的作品, 寫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型廣播傳記文學, 毛澤東傳。 策劃, 葉小帆, 松樹齊。 三弟, 黃建偉。 錄音合成。 胡梅, 黃曉紅, 孫建國。 主播, 蕭卓寧。 風雲九六二, 順伊奉結。 多禮不足。 而基予琴。 每天啊。 前回前。 吸吵吧。 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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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